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与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参加 基隆美术馆开馆展览特别结合了22组国内外艺术家 共有5个展区 透过视觉 声音 影像等媒介 带领民众探索基隆在地记忆 文化与政治的交汇点 重新思考历史的意义与未来的可能性 交织在这里面的呢 当然有基隆的历史 有个人的历史 有家庭的历史 有殖民史 有媒体史 有原民的历史 有艺术史 有基隆来作为一个军事记忆的军事史 有权力与帝国的整整的这些关系 交织在这个展览之中 我跟我的这个工作伙伴 尤其是在水果艺术的这些的同事们 在一起来搭建就说一些历史的场景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基隆 我在24年前 身份证就变成基隆人了 我住在暖暖 所以有20多年 基隆的生活经验 总感觉基隆非常好 基隆有它悠久的历史 台湾桃 驾台湾桃 而且是台湾重要的港口 那基隆海港的美景 总觉得好像还需要一点点不同的东西 那就是美术 熏陶人心的美术 所以今天美术馆的开馆 应该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大事 期盼已久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开幕 的确对我们基隆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个一部分 那过去我们在这个美术馆这个地方办理各项的活动 办理各项的一个文化教育等等 都在这个我们基隆最重要的地标 那我想议长他也特别的交代说希望我们美术馆的未来能够真的带给我们基隆有更多更多有意义的一个活动的办理 我们美术馆终于终于重新开幕了 那感谢我们林老师这一次的策长 我想待会给大家很好基隆过去的回忆跟基隆的点点滴滴 那在未来美术馆不论在各项的艺术领域 我们都会展出更多好的作品就像今天的魏季池一样 会展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跟展览 让市民朋友以及海内外观光的好朋友们 能够多享受到基隆美术馆所带给大家的文化体验 那我知道文化局在这过程中真的非常的用心 而且努力排解了很多问题 那我也感谢大家各方大家都群策群力 让这一次开幕能够顺利圆满 基隆出身的书法大师张炳黄 也受邀为基隆美术馆挥毫题字 留下珍贵的末宝 也期待基隆美术馆未来有更多的文化体验 比如说基隆是一个国际性的港口 那是一个国际性的港口 那就会接收很多国外来的人 比如我所推展的这一个书法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设立一个点 然后来了 他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 马上就可以在那里挥血 他马上觉得这个文化 是他在他那个地方所没有的 在市府的努力下 基隆美术馆全新的展览空间 让艺术融入市民的生活 这档开馆展览即日起展出到六月底 欢迎民众走进基隆美术馆 来感受丰富的基隆历史记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台湾市基隆市文化局配合2024基隆童话艺术节 特别邀请台湾IP宇宙 喵Kuroro与Kuroro太空学校主题特展团队 打造近300坪的室内外火箭科学互动展览 市场谢国梁特别担任一日领航员 带领小朋友们抢先见证台湾的航太发展史 在开展仪式中 市长谢国梁为Kuroro太空学校担任一日领航员 带领小朋友从户外的火箭移动中心 一直到展区内的火箭互动体验 以及宇宙喵Kuroro欢乐开学大合照 一起感受台湾火箭激励人心的逐梦旅程 一幕上面的画面都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大哥和大姐姐 他们研究火箭的塑料画面 还有台湾火箭发射的真正的实际的画面 有没有很酷 有 你们待会可以看 它不同的电视会有不同的 对 我们这一次Kuroro的太空学校特展 也是让大家了解我们国家在航太方面的一个成就 包括我们在这个美术馆广场所展示的 那个旧旧的货柜其实就是真正的控制中心在户外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载造 它那个就是那个控制中心就是用货柜里面来这个操控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火箭的这个模型 那也有一些孩子的玩乐的设备 然后也用了这个Kuroro就是太空学校的这个校长 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来呈现 那也是要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航太方面是有很多的企图心 也希望完成很多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好好支持我们国家的航太事业 跟航太的发展 基隆市文化局表示 这次展览在户外草地上 也有两座巨型Kuroro主题充气偶 打造西津拍照打卡点 让基隆文化中心化身为台湾火箭梦基地 我是未来太空小英雄的特展 即日起至6月30号 在基隆美术馆展出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玩中学 认识火箭知识 启发勇于想象的动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为了提供青少年一个展现自我和热爱街舞的舞台 基隆市体育会4月14 在火车站南站NANA广场举行街舞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 市长 议长 与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都亲临现场 表达对街舞运动的支持与祝福 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世界级霹雳舞冠军林里娜 与街舞爱好者以舞交流 以行动大力支持街舞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我今天来这个活动 能跟很多跳舞的朋友一起跳舞 就很开心 街舞运动委员会成立现场热闹非凡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姿伟都亲临现场 表达对街舞运动的大力支持与祈许 我们会致力维护它的环境整结 下个周末也有好的街舞比赛就在二楼 总之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来到基隆来 来到这个空间 我们未来也预计可以把它延长 但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响应 今天要谢谢体育会郑锦舟理事长 特别来成立这个街舞的一个单向委员会 非常不容易 我想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让年轻人在基隆市的社会各界 有发挥的空间 那我也要特别代表基隆市议会 来谢谢基隆市政府 把过去长期市民诟病的一些 环境脏乱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变成一个这个街舞的一个表演空间 我想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在即便刮风下雨的日子里 也有空间可以来交流 那我们会代表基隆市议会 全力来支持青年朋友的各项活动 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向府会的大力支持表达 感谢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培养运动习惯 让身心越来越健康 也谢谢市长跟议长大力支持 我们这个街舞运动委员的诚意 市长也很用心到下个月 五月是到全国五一展演 有青天多个人在基隆举办 他把街舞列入为表演的项目 三十几年前次议会 第一次把街舞列为表演的项目 可见市长对年轻人的用心 我们非常谢谢市长 希望我们从三四十个街舞的年轻人开始 以后能越来越多 让年轻人都来运动身体会健康 就是追求健康 街舞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象征青春活力在城市中绽放 很高兴市长跟议员 还有议长先能前来这里支持 市长也帮我们做了很好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说把基隆的年轻人 留在基隆 好好推广街舞的生态 未来可能说建立校队 或是奥运之类的项目 把他接过来基隆 接下来的话 办常态性或者是周期性的 一些推广街舞 或者是嘻哈文化的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产发处4月20日 将在火车站南站二楼广场 举办街舞大赛 报名情况超乎预期 教育处指出 未来将持续推广各类运动项目 为基隆孩子们提供更多元的舞台 发挥无限的潜能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未来要减少长者失智 及口腔肌肉退化 所引起的咀嚼等问题 卫生局医症科 特地结合牙医师 营养师 职能治疗师 及物理治疗师等工会 办理全国首创的 一口同声 失智不上声的竞赛活动 推广口腔运动操 强化口腔咀嚼的功能 不同于以往 鼓励银法组长辈活动 多是着重在身体及四肢运动 减缓避免失智而已 这项比赛还着重在 口腔各肌肉的训练及运动上 台湾许多县市 陆续迈向超高龄化社会 基隆市也不例外 因此为了减少长者 失智及口腔肌肉 退化所引起的咀嚼等问题发生 基隆市卫生局医症科 特地结合牙医师 营养师职能治疗师 以及物理治疗师等工会 办理全国首创 异口同声失智不上身的竞赛活动 鼓励长者走出家中多活动 更推广口腔运动操 强化口腔咀嚼的功能 我们在三个多月前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社区的不同的据点 包括我们的失智据点 包括我们的日照中心 这些他们的照顾服务员 来这边被我们的 基隆的牙医师工会 我们的牙医师帮他们先上课 老师先上课 上完之后 回到家 回到机构里面 回到这些据点里面 再去照顾我 教我们这些长辈 这些长辈每天练习 练了三个月之后 今天来这边做比赛 我们总共有14队来做比赛 那这个异口同声操呢 就是让我们的 口牙都要健康 因为我们知道 我要 嘴巴要能够咬得动 牙的叮噹 穿下去 吃得下 我知道吃得有营养 我知道健康 我知道不失智 所以我 以前我们的运动 常常是 起膝挡手 现在我也要动口 在了五十六十岁以后啊 那我们整个唾液线 也开始退化 整个吞咽功能也开始退化 所以就容易会有肝口症的问题出来 然后还会有 容易吃东西会有呛咳的问题 所以我们设计这个动作呢 会有一个按摩唾液线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像按摩 二下线啦 然后这里按摩 然后这里 这三个地方都有唾液线 那借过这样子的按摩呢 可以刺激唾液线的分泌 让我们嘴巴里面口水分泌量变多 那这样子在吃东西吞咽就比较顺畅 对那还有一些发音的训练 比如说咔咔咔 啪啪啪啦啦啦 那这几个动作呢 就训练一些舌头 还有卵饿的这些动作 我们建议呢 长者呢在每天饭前 就可以花个五分钟六分钟呢 照这个动作做一遍 那做完了以后呢 你的退炎线分泌也变多了 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 比较不会有呛咳的问题 除了长辈们分组比赛之外 现场也由牙医师 营养师 职能治疗师 以及物理治疗师 等各个工会 设置不同训练摊位 提供长辈和小朋友闯关活动 应邀出席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也率先玩游戏 试试看自己的口腔肌肉功能 让我们的长辈 有机会可以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用市议会 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接下来这个城市长照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关注 也希望我们在地的长辈 大家活的健康 活的开心 我们的小朋友 大家也可以放心 包括市议员秦真 以及许瑞慈也到现场参加 为长辈们加油打气 同样肯定卫生局和各工会 一起举办的这项 异口同声 失智不上身的竞赛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基隆商工75周年校庆活动精彩 其中由航电科跟资讯科学生 合作制造 可以协助人类 夹取物品及长照功能的机器人 及商业经营科同学一起制作 可以协助农民驱赶鸟类 减少农粮损失的驱鸟器 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个得奖机器人 是由国立基隆商工航电科 二年级学生欧阳胜 以及资讯科二年级学生林博翰 在老师指导下合作制造的机器人 可以定位并且夹取物品 不但可以协助人类搬运物品 更可以使用在越来越重要的 引发族长照工作上 可以夹取 然后有各个感测器 可以避照 然后可以定位 另外商业经营科同学 同样在老师指导下 发明制作得奖作品驱鸟器 可以协助农民减少农粮损失 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当我们的鸟类经过这个黑色的小方块 是我们的雷射的红外线感测器 那当鸟类经过的时候 它会传到讯号给雷射发射器之后 发射雷射 然后来进行驱赶鸟类的一个效果 这个对农民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就是因为其实一般的鸟类 它会去吃那些农作物 然后让它的收成没有达到理想 所以我们发明这个感测器 其实是希望可以解决农粮的损失 其他包括会计科的同学 也有优秀的作品展出 基隆商工75周年校庆 除了各界杰出校友回娘家 并且表扬机优学生以及老师之外 现场更展出各科学生们 参加比赛得奖的作品 包括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的 市议员张耿辉 和市议员曾宜芳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秘书 都对学生的表现 以及学校办学绩效高度肯定 我们现在的洪校长 跟我们历届的校长 陪着无限的杰出的校友 现在都在社会上各阶层的 尤其成如刚才我们洪校长所讲的 现在的教育也结合 现在AI的整个教育 结合跟国际的整个接轨 我想是非常一个教育 也非常正确的一个教育 因为智慧家长的我 我觉得小朋友健康平安长大 是最重要的 快乐的成长才有办法 让在外面工作的家长放心 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学校 以及老师对于美国人的付出 在这里一般也发布过说 在祝福在场的小朋友学业进步 未来的路程 能够一切设立出社会 可以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 全部都放进出去 机动商工校长表示 跟上AI及机器人等国际潮流趋势 是机动商工持续培养学生 具备时代及社会需求技能的教学方向 以我们现有的一些科别 包括我们的商科 会跨越到工科合作 能够让孩子能够因应时代的趋势 更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一个 所需的具备的能力 那我想机动商工在我们新任张耿辉 理事长 校委会理事长的一个支持之下 一定会往这个目标继续的努力迈进 此外 商工校长也陪同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立委林沛祥秘书黄生栋等人 一起参观校园各个摊位 包括国军以及海巡等单位 也都把握机动商工庆祝校庆的机会 在现场摆设直升机式无人机 吸引学生的目光 我们海巡署无人背景载具 但它以直升机随直起降 无需跑道为最大便利性 可搭载双工一台摄影机 可算是在变焦及变焦摄影 后面可搭载交往式救生衣 希望在校园招募更多优秀的人才 加入国军及海巡署保家卫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瞬息万变的竞技场上 每分每秒都要保持专注 我从不担心眼前的挑战 因为我可以快速郑重把心 只要用行动装置扫描交款书上的QR Code 缴纳使用牌照税也能一样精准利落 还有多元的缴纳管道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轻松缴纳 113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Follow Me 多元管道增便利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我六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同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神转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是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子的权益 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同行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慈祭敬司堂 举办一场感恩音乐会 感恩的对象是捐出土地 让基隆也能有敬司堂的 温宋真先生 感念温先生留给后代子孙 心善的典范 孙音合唱团一首最美笑容 为感恩音乐会拉开序幕 梦里的笑容 是我生命中的寂寞 就像是怀孟大帝的合流 基隆 晋司堂 一三环绕 拥有这么好的场域 让慈寂人聚会 全都要感谢温宋真大德 和家人慷慨捐递 旋在四月举办感恩音乐会 希望将温大德的善举 宣扬出去 谢谢基隆慈祭 师兄师姐 还有他们志工菩萨们 他们非常的有心 就希望说能够将我爸爸的一些事情 能够尽量传出去 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会想到说 来开一个音乐会好了 一方面可以说纪念我爸爸了 所以从去年开始 就是说每一年 我爸爸的生日的四月份的时候 来举办这个音乐会 今年是第二次了 今年的节目更的丰富 很多的客家歌 除了是我爸爸自己做的歌 自己做的词之外 很多的师兄 他们会出来唱 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包括议长同志位 客家委员会主委 杨玉兰 委员赖瑞芳等人 都出席音乐会 由于温宋真 也是客家子弟 音乐会中演唱的 多首曲目中 也有温大德的作品 让人倍感温馨 这个花莲大地震之后 那我们今天这个感恩音乐会 是同时来这个感念 我们温大佬捐地给盖慈祭 然后也同时赈灾的一个音乐会 我想慈祭长期以来 就像上人在第一时间 就赶到花莲大地震的现场 来救济赈灾 我们长期我们大部分的师兄师姐 大家都是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那把上人的精神 佛法生活化 菩萨人间化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在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 来展现 只要社会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角落 都有持进所有师兄师姐的身影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念 这样的音乐会 我特别来参与 因为客家大佬 我也是客家的子弟 那我妈妈今天也特别来参加 我想这是让我们后代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 那我们也会持续以这样的态度 来做政治工作的努力 我们的进士堂原来是我们的一位客家大佬 我们的温宋贞大佬的大善人 他来建筑的 非常的感动 让我更了解到我们客家人的大气 真的是很感动 听说那个词是我们的温宋贞大善人 他来谱的 他来词是他做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真的是含着眼泪把它听完 刚荣获今年度 基隆市乡土歌谣客家组第一名 原住民与第二名的建筑国小合唱团 也特别前来献唱多首快知人口的歌曲 孩子们虽然不是客家人 但咬字发音正确 也获得台下如蕾的掌声 很开心我们今天 借着合唱团可以来到这个感念音乐会 纪念我们温大德这位先生的一个感念音乐会 那这一次我们为了这个音乐会 我们准备了 因为我们知道温先生是客家人 我们又特别准备了一首客家歌 《You're the type of art》 然后也准备了 因为母亲节也即将来临 也有母亲节的歌 然后还有一首是我想念您爸爸 这个都是要带给孩子有一个 记得要感谢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 照顾我们养育我们 虽然不是客家庄的孩子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学习这个不是属于我们母语的语言 那我们这一次也很高兴的可以荣获基隆市的乡土歌谣客家语族的第一名 我们即将代表基隆市要去参加全国比赛 那日子也即将到临了 那我们也全力以赴 一起来追师 一起来感恩 温爷爷 我们希望每一年 慈祭人就用这个时间来表达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感恩音乐会邀请了金庸市善信大德出席 透过音乐感念温宋真大德的奉献 也让后代子孙和大众不忘这份福分 记者黄少民金庸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